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真的耶 屁股有沒有很痛 有 一點點齁 上了一整天的課 屁股一定很痛啦 這是正常的 我們所有的人都是過來人 過來人有共同的經驗跟經歷 所以可以體會 那我來看看齁 我來問問看 我們現場在場的童心裡面有沒有 自己看包裝雜誌來的 有沒有 沒有 那 有沒有被逼來的 有 偷偷的舉手 所以逼你的那個人坐在你旁邊嗎 你可以舉這樣 不要讓他看到 一定會的 為什麼 其實齁 台灣民政府啊 前幾年 你說要有自己看包裝雜誌來的很少 因為台灣民政府呢 以前媒體基本上我們是被打壓的 可是呢 在這一年整個局勢的轉換下 我們開始有看到我們上新聞嘛 有看到我們上報紙 然後還有很多的報章雜誌都有在報導台灣民政府 所以不單單 你看到的不單單 可能只有負面 也有很多是正面的 所以呢 在今年呢 很多來上初高級的 很多都是自己來的喔 這是很值得驕傲的事情 那我剛剛為什麼會問大家 被逼來的 為什麼 絕對有的啦 因為呢 我就是 我自己就是被逼來的 我怎麼被逼來的 一開始 我們家隔壁的阿姨 就來跟我媽媽講 欸 我跟妳講喔 台灣喔 要變天啊 變什麼天啊 要換政府啊 真的嗎 然後 那個阿姨就跟我媽講說 真的 我跟妳講 真的要換政府啊 我媽等一下就跟妳講 欸 我跟妳講喔 台灣喔 要換政府啊 請問 我聽到這個 我會說什麼 妳絕對讓人騙了啦 哪有可能 是不是 淨雄啊 而且在我這個年紀 是不是很多都是政治能感 對不對 不太關心國家大事啦 政治是什麼不曉得 只知道政治好像很黑暗 可是呢 國民黨 民進黨什麼的 我們都不想關心 可是呢 我們卻不知道 政治跟我們息息相關 社會福利 隨便全民健保 環境保護 每一個任何一個議題 民生必需品 都跟政治有關係 可是我們不是很關心啊 因為大部分的年輕人都不懂 這跟什麼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給妳的70年的教育有關係 因為他給妳的這70年的教育 包括台灣為以前過去的歷史 228事件 白色恐怖等等 因為這樣子台灣的一個過去的歷史 所以會呈現什麼 我們覺得政治很黑暗對不對 政治很可怕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 我那個時候也是 我就跟我媽媽講 不要去擦黑啦 很恐怖耶 啊齁 我們好花過理事就好了 然後結果就不了了之了 然後過沒多久咧 我阿姨 隔壁的阿姨又來了 她又跟我們媽講 欸 我們現在啊 各個州有沒有 是不是都有州辦公室 她就說齁 我們各個州的那個州辦公室齁 都有人在講解這個 這個台灣民政府是什麼 沒有妳去聽看看 我媽喔 就又懷抱著那個希望 又跑來跟我講 欸 沒妳幫我去聽看看 請問我會說什麼 我沒空 對 我哪有贏啊 不要去擦黑啦 不要碰政治啦 沒有空 我媽就說好 沒關係我自己去 好我背你去 為什麼 我給他給人騙齁 所以說齁 我就說 好啦好啦好啦 殺手劍 我就說好 我背你去好了 我就陪我媽去到那個辦公室 結果當時呢 在裡面呢 那個州長 也就是現在的知識 他就講了一篇 台灣民政府是什麼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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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了一篇之後 出來之後 我媽就問我說 欸 聽在哪 我說聽在哪 我從小到大 讀的歷史課本裡面 第一次聽到 中華民國叫做流亡政府 欸 是不是 很有趣喔 我就跟我媽說 聽都沒有 我說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我第一次聽到 為什麼 因為我是政治能感 對不對 我不會太關心 政治的東西 歷史 課本上大部分 也不會很針對 流亡政府 那個中華民國已經毀滅了 他是流亡政府 去跟你交吧 對吧 所以我說 我說 我打這麼一切齁 打一次聽到 然後我媽說 那怎麼樣 沒有怎麼樣啊 就不懂啊 所以我們就不要碰 好 就回家了 這樣有堅定嗎 堅定他是騙人的 然後呢 過沒多久喔 好險我們隔壁的阿姨 持續不懈的 我才會站在這裡 你知道嗎 那個隔壁的阿姨 有一天又來了 跟我媽說 欸 台灣民政府齁 有開課 有開那個初級班 高級班 你叫你女兒去上課 欸 我也聽到 什麼課 三天兩夜初級班 好 我回來跟他講 我也回來 欸 台灣民政府齁 有開課 開初級班 要去上課 請問我會怎麼講 我哪有可能去啊 我無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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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好 不要去插黑 我媽就說 我就跟我媽講 你自己都不去上課了 你叫我去上課 對 你自己先去上阿 然後我媽就說 我哪有可能去上 我聽不懂啊 你先去上 上完之後回來 再告訴我 是真的是假的 我就跟我媽講說 不要去啦 一定是假的 絕對是騙人的啦 然後結果我媽就開始了 她的功力 從早到晚 遇到假日 她就開始了 你有贏啊 不然你去上課了 我無贏 你現在不是在看電視嗎 我說我無贏 吃飯也有贏啊 所以到最後怎樣 U號你知道嗎 就妥協了你知道嗎 好 不要哭了 我去上 我去上完之後 我才跟你講 台灣民進府是 真的還是假 結果我就來上來 我就跟各位一樣 上三天兩夜 坐到屁股都很痛 腰很痠 眼睛都三味啊 然後很認真的聽完課 聽完課之後呢 回去我媽就問我說 阿如何 請問我上完課 我相信了沒有 相信了嗎 沒有 我馬上就相信了 你看我有多單純就好了 我不但相信了 我不但相信了 我還跑去跟我朋友講 我就齁 早去跟我朋友講 欸我跟妳講齁 台灣民進府是怎樣 怎樣 我說完之後齁 我朋友價錢 他就比較好啊 欸喂 我說怎樣 你聽到怎樣 我認識你十幾年齁 我太了解你了 你這個病單的 你絕對齁 好人騙啊 我說你怎麼這麼說啊 因為你一定沒有上網去查資料 對不對 我說那不然你查到什麼 他就說 網路上一大堆都寫台灣民進府 是詐騙集團 你還去 我說 欸 那這點我就逼你一點 我朋友說為什麼 台灣民進府成立不是幾個月的事情 他已經成立了幾年 在台灣民進府裡面啊 博士碩士醫生老師律師的一大堆 我說還需要輪得到我來問 什麼艱深的問題嗎 我說針對法理上的問題 基本上輪不到我來問 一定所有的人都問過了嘛 對不對 我只要有任何的問題 我提出來一定獲得解決 然後他就沒講話 他就說 嗯 我說齁 一件事情哪 有正反兩面 今天我看到了正面 我也看到了負面 我才有資格 更用我的智慧來判斷說 這件事情是真的還是假的 是不是 如果今天你沒有給自己一個機會 來看這件事情的真假的話 你有立場來說 這件事情是對的還是錯的嗎 是不是沒有 我就跟我朋友這樣講 然後我朋友就沉默了一下子之後 他就跟我說 好啊那我問你啊 究竟山和平條約第二條 日本不是已經放棄台灣的 名利請求權了嗎 為什麼你們還說是日暑美戰 猜猜看我怎麼回答他 好聰明啊 我就跟他說對 等我下個禮拜高級班上網 我再告訴你 不好意思啊 我法理沒那麼厲害 我沒有辦法初級班上網 我就可以講給他聽喔 你們現在 各位你們從 昨天今天這樣 一天的課上下來 對法理覺得已經很了解的請舉手 聽不到的請舉手 一定有的嘛 法理生不生奧 生奧齁 如果他不生奧啊 不會經過70年齁 這麼久我們還現在 台灣還是這個地位 早就有人發現了 所以我們的秘書長非常的聰明齁 他從這些萬國公法 跟國際戰爭法裡面 原文書喔 英文的原文書 裡面去發現 台灣真正的國際地位 所以成立了台灣民政府 這是很不簡單的事情 可是呢 今天我想要大家 帶大家看的就是 歷史的軌跡 是台灣 我們身為本土台灣人 你覺得 自認為 你很了解 台灣的過去歷史的請舉手 沒有齁 台灣真正的歷史 到底有沒有被捏造 被中華民國捏造 等一下慢慢的齁 就會講到 希望今天可以帶大家 從歷史的角度 然後來看到 台灣民政府 現在的法理地位 好不好 以後台灣真正的法理地位 我們先來看齁 FOMOSA有沒有聽過 有 它是什麼意思 美麗的意思 這一個是哪裡 台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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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切成三塊 有 啊它是哪裡 嘻嘻嘻 它是台灣吶齁 這是呢 十三十四世紀 最早期的台灣的地圖 當時航海的 航海圖的技術 還不是很發達 所以它那時候呢 大航海時代打開的時候呢 他們從日本琉球來到台灣 哇 這個島嶼好美麗喔 然後他們歐洲有個名詞 叫FOMOSA 也就是美麗的意思 他們就說 那我們把這個賜給台灣 所以叫做美麗之島的意思 好 那因為當初 航海圖的技術不是很發達 所以 一開始 他把台灣畫這樣 可是台灣其實是在相連的啦 好 那猜猜看 最早活動於台灣的外來民族是誰 葡萄牙 還有 西班牙 荷蘭 荷蘭 好 本來是什麼 我們學的教科書 中華民國給你的歷史課本裡面 大部分就是西班牙 葡萄牙 荷蘭嘛 結果是誰 日本 其實呢 在文獻裡面早就有記載 13、14世紀的時候呢 日本呢 已經在我們台灣 FOMOSA這塊島嶼上活動 也就是說 一直到1633年 特朗普禁止鎖國政策 禁止日本人 赴海外發展 才停止 日本至少比中國 提早300年以上 在台灣這塊土地 居住跟活動 那我們剛剛提到的荷蘭 荷蘭算是第一個 比較有制度系統的 來控制台灣的一個民主 欸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來看看 為什麼 荷蘭要佔據台灣 為什麼荷蘭要佔據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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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呢 西方世界最喜歡東方世界的什麼東西 不是茶葉 陶瓷 吐痰 吐痰的那個嗎 陶瓷齁 還有瓷器 絲綢 這個對於西方的國家來講呢 這相當於他們的黃金一樣 這麼的珍貴 所以 荷蘭他當時就是想要 分一杯這個利益這個根 經濟 所以他就想說要找一個轉運站 連接東方跟西方 所以他那時候就開始找 他一開始是找澎湖 可是澎湖離當時的中國 也就是大明國 太近了 所以那時候大明國出兵 把荷蘭趕走 那荷蘭第二個就選擇了誰 台灣 台灣 所以荷蘭選台灣的時候呢 他是以經濟利益 把台灣當做轉運站 為他的目的 剛剛有講到的日本 知道荷蘭人來到台灣呢 要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居住跟活動 還必須每年向德川幕府 進貢三萬張以上的陸皮 日本德川幕府 他才准許荷蘭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居住跟活動喔 所以其實日本很早很早就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有活動的跡象了 所以一直到1624年的時候 荷蘭來到台灣佔據的時候 他是因為把台灣當做經濟利益的枢紐的轉運站 請問荷蘭會不會好好對待台灣人民 不會 會不會好好建設台灣 不會 因為他是以利益為枢紐嘛 所以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有沒有去過紅毛城晚 有 淡水 然後有沒有去過那個安平古堡 當時的勒蘭遮城 都是荷蘭留下來的古蹟 但是為什麼是長那樣 因為他當時就是建造軍事基地而已 所以他沒有好好建設台灣 也沒有好好對待台灣人民 有沒有聽過紅毛鬼子 有 就是講當時的荷蘭人 所以在16、17世紀的時候 台灣已經奠定一個很重要經濟枢紐的位置 可是這個時候呢 台灣已經打開航海世代的文明了 中國當時的中國和民族 甚至連地球是圓的都不知道 他們一直以為地球是有一個界線的 所以這時候已經開始造成文化文明的落差了 台灣跟中國 的文化文明的落差 這就會造成我們以後的歷史悲劇 所以從現在開始 有沒有覺得跟你從小到大學的歷史稍微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你們要放下過去 要整檢視真正的歷史是什麼 為什麼他可以捏造歷史70年這麼久 台灣FORMOSA一個簡單的政權倫地的軌跡就是 1624年日本讓與荷蘭 1662年荷蘭讓與正成功 1683年正式王朝讓與大清帝國 1895年大清帝國讓與日本 1945年4月1號 日本呢正式將台灣編入國土的一部分 1945年的10月25 因為日本戰敗被中國人佔領到今天 好 這樣要了解一下 那我們剛剛講到的 荷蘭東印度公司 他當時呢來到台灣佔據台灣的時候 請問荷蘭有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為什麼 為什麼沒有 為什麼 有人知道嗎 他們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的原因在哪裡 荷蘭當時領土有效管轄範圍請問有沒有給予台灣的權導 沒有 荷蘭當時的領土有效管轄範圍是不是只有一點點 所以荷蘭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好 這樣了解嗎 好 那誰把荷蘭趕走的 鄭成功 好 鄭成功有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也沒有 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的領土有效管轄範圍是不是也不及於台灣FORMOSA的權導 是不是有一點點 所以鄭成功也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好 那我們來講 鄭成功為什麼要把荷蘭人趕走 拯救台灣人嗎 不是 為了什麼 為什麼 反清復明 有沒有聽過 反清復明 他為了反清復明 所以他是不是也有目的性的佔據台灣 那他會不會好好對待台灣的人民 不會 會不會好好建設台灣 不會 所以這個時期呢 也就是這樣 沒有好好對待台灣人民 也不會好好地建設台灣 基本上 他只是為了反清復明 將台灣當做一個根據地而已 那把鄭成功趕走的又是誰 大清 對 師郎 大清帝國 我們來看 1683年大清帝國佔領台灣 1683年大清帝國佔領台灣 這個圖有看過對不對 他是誰哪裡 他是台灣 也就是我們的FORMOSA 為什麼他的東半部不見了 畫不出來 不是啦 這個跟第一張圖不太一樣 第一張圖是因為 技術不是很好 可是已經可以畫成這樣了 基本上是畫得出來了 不是畫不出來 為什麼只有一半 因為 大清帝國一直到1895年 對台灣領土有下管轄範圍 不給予FORMOSA的圈島 僅限於西半部的六個漢人屯肯區 所以請問大清帝國有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有沒有 沒有 有 沒有 好 到底有還是沒有 如果今天大清帝國 他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他的領土有下管轄範圍 必須集於FORMOSA的圈島 他必須 整個台灣都在他有下管轄範圍以內 這樣了解嗎 如果今天為什麼台灣被切成一半 就代表他的有下管轄範圍 領土有下管轄範圍 只有一半 所以 大清帝國從來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這個換句話說就代表什麼 台灣 從來就不曾屬於過中國 這樣了解嗎 中國都說台灣是他的嘛 請問我們什麼時候屬於過中國了 台灣從來從頭到尾就沒有屬於過中國 大清帝國的時候沒有 那之後更不可能有 等一下就會講到 他的有下管轄範圍不及於FORMOSA的圈島 為什麼 大清帝國呢 請問他佔據台灣幾年 兩百一十二年 久不久 兩百多年久不久 他可以經過幾個世代耶 好多個世代了耶 兩三個世代去 這麼久的時間 他一定對台灣人的 人文 思想 會有很大層面的影響 那可是最重要的是 兩百多年了 他為什麼不去東半部 怕怕看來也好嘛 對吧 為什麼他都沒有把他的 爪牙伸去我們的東半部 原因呢 原因在大清帝國所認知的台灣是什麼樣的地方 再來第一個 除了我們的東半部 我們有英勇的什麼 高砂族 對不對 有沒有看過賽德克巴萊 這部電影 你只要來到我的獵場 我就把你 有沒有 砍頭 除了他們很英勇之外 很難打之外 還有一個很原因喔 剛剛我們講 把鄭成光趕走的是 大清帝國 這個時候呢 趕走之後呢 大清帝國的皇帝就說 我不想要台灣 為什麼 因為台灣是一個 荒蕪的化外之地 欸 怎麼這樣講 台灣是個寶島耶 這麼漂亮 為什麼會荒蕪 剛剛講 荷蘭佔領我們 有沒有好好的建設台灣 台灣 有沒有好好的對待台灣人民 沒有 然後 鄭成功有沒有 也沒有 所以當 大清帝國皇帝接的時候 台灣還是一個建設 並沒有很發達的地方 部落也都沒有完全的 統一的地方 所以 皇帝覺得 他加上中國 他們對海外 航海還沒有發展 所以他覺得台灣很遠 荒蕪的化外之地 所以我不想花錢 請問管理一個地方建設 要不要花錢 要 如果要派文武官員 要不要給薪水 要不要人力 要不要物力 要 我不想花錢怎麼辦 師郎跟他講 皇帝 你不可以啊 把台灣丟掉 你一定要把台灣佔領起來 因為免得又有人佔領台灣 反親復命 所以 你把台灣佔領起來 我教你 我教你怎麼樣 用最少最少的人力 物力跟金錢 來控管台灣 黃帝就聽他的建議 在台灣實施了什麼 班兵制度 什麼叫班兵制度呢 喔 台灣啊 是一個荒蕪的化外之地 那我要怎麼管理台灣 首先 管理一個台灣 要不要市長縣長文官 要不要 要不要公務員 他就說 三年為一任 三年為一任 然後我把你的家眷 都扣押在中國 你不可以帶去台灣喔 那這樣子的意思就是說 他如果呢 來到台灣 他怕來到台灣 住久了 跟台灣的人 一起反親復命 你知道嗎 所以他就把你的家眷 扣押在那個中國 你派去之後呢 我還給你一個條件 你只要三年齁 做完這個官之後 你回來中國 我就幫你升官又加薪 利誘 然後就跟他講說齁 好那你去吧 他呢 就坐船啦啦啦啦 來到台灣齁 前後齁 給他扣掉個半年 好不好 來到台灣之後呢 他熟悉我們的鄉里 熟悉這個地方 要不要花一年的時間 人文民俗風情 各方面 然後才想說 我要開始計畫 怎麼建設這地方 那個筆齁 要動下去 開始寫企劃書的時候 抱歉喔 你要回去 欸 那請問這個官 你會不會好好做 你會好好的去想 要怎麼建設台灣嗎 不會 反正 上頭也沒在管嘛 我治理的好不好 也沒差啊 是不是 再加上 三年為一任 的標準 的標準 所以文官 不會好好的統治 再來呢 五官 要不要警察啊 要不要兵 要齁 司郎就跟皇帝講 你把齁 中國所有的 無業遊民 揪揪勒 然後派去那裡 一樣齁 三年為一任 這樣子齁 錢花的少 人力物力都解決了 再加上 台灣不足成 我不要再花任何一毛錢 太多的建設在台灣 所以縣市政府 都不用改了啦 去那暖暖 可以住人就好了 就這樣 台灣 在大清帝國佔領的 212年下 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亂 這就是當時台灣 200多年的情景 所以你說大清帝國 他為什麼要去東部 花那麼多人力物力去打那裡 基本上 不需要越過中央山脈齁 因為他根本不在意 這樣了解嗎 所以呢 大家覺得大清帝國 是我們的祖國嗎 200多年來 他沒有好好建設台灣 有好好對待台灣的人民嗎 沒有 所有的文武官員齁 他只有利益而已 反正我來這裡 能貪污就貪污 能挖就挖 挖回去 反正 我沒差 所以這就是 當時 大清帝國在台灣的時間 造成的現象 但是呢 他到1887年 他完成台灣建神 換句話說 大清帝國佔領台灣 FORMOSA 西半部的時候 204年後 他有宣布 將台灣併入他的版圖喔 好 他宣布 將台灣併入 將台灣併入大清帝國版圖 請問 我們有沒有屬於過大清帝國 有成功嗎 沒有喔 剛剛是不是有一個原則 他的領土有效管轄範圍 有基於FORMOSA的全島嗎 沒有 只有一半 台灣是不是一半的 不是喔 台灣是幾個韓籍喔 我們是完整的韓籍 所以我們沒有被人家吃過 我們沒有切成一半 所以基本上 台灣從來就不屬於過中國 不屬於過大清帝國 這樣了解了嗎 但是呢 為什麼我們的心裡面 會一直覺得好像 好像有這麼一回事 原因是什麼 我們被衝擊了什麼 文化 來 我們來看看 有沒有齁 出過國 好 就算沒有出過國齁 我來問問看看 日本他們大部分都拜什麼神 那個神社有沒有 對不對 那美國都拜什麼神 基督教 天主教 耶穌 好 台灣拜什麼教 佛教 道教 基督教 睡覺 好 好 是不是什麼教都有 那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別的國家 一個正常的國家 它的文化應該是統一的 因為照它的歷史背景來看 這個國家 大部分你講美國 你就知道它就是基督教嘛 天主教 可是為什麼台灣 就這麼小而已 我們可以 裡面有這麼多的教派 那麼多不同東西方的文化 為什麼 原因就是台灣的歷史 我們台灣最早期是不是荷蘭 荷蘭那個時候呢 統治的時候它就有很多傳教的重點 所以大家知道台灣最早期的文化是什麼嗎 我們的平埔族跟高砂族之間 為什麼台灣從來就不是一個國家啊 我們很容易被外來的民族統治有沒有發現 欸 因為 我們的高砂族跟平埔族之間 我們是不是有阿美啊 泰亞啊 很多族對不對 這麼多的族跟族之間 其實他們的語言啊 有點不太一樣 有沒有 族語 不一樣 所以他們沒有共同的文字 沒有書 沒有文字 只有代代相傳 靈魂不滅的傳說 也就是勇士傳說 他們都用講的 喔 我們的祖先多厲害 我們的祖靈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呢 沒有共同的文字沒有書 請問這有辦法成為一個國家嗎 沒辦法 就是一個部落一個部落一個部落 所以我們從荷蘭的時候 我們就很容易被外來的民族所控制 因為他們只要有制度有系統 一進來 台灣就被打敗了 所以經過荷蘭正成功 到大清帝國的時候 我們被影響了什麼文化 荷蘭當時的統治重點呢 雖然他沒有好好建設台灣 但是呢 他有一個經商重點 跟一個傳教的重點 他當時把高砂族的長老 全部都叫過去 然後叫他們信仰基督教 所以有沒有發現我們的高砂族 大部分都是信仰什麼 基督教 對不對 好 好 那 我們剛吃完什麼 粽子 剛過完 端午節 春節端午節中秋節 元夏節清明節中節七夕過年 請問這些節日是台灣的節日嗎 是不是台灣的本土節日 屬於本土台灣人原本的節日 不是喔 不是喔 有沒有衝擊 為什麼不是 我都領紅包領了那麼多年 從小領到大 為什麼不是我的 原因在於 我們的212年啊 被大清帝國佔據的212年 長不長 很長 然後這個時間足不足以來影響你的文化 足以 我們現在的所有的這一些 有的沒的的節日 三節 都是在那個時期 中國帶來的文化 喔 所以不是原本本土台灣人的文化喔 那台灣民政府執政以後要怎麼辦 台灣民政府執政以後台灣人要過什麼節 什麼文化 如果啊 如果啊 今天我們燒那個金座喔 它會造成空氣的污染 我們可不可以改成鮮花 可以考慮啊 今天我們將東西方最好的制度 跟東西方最好的文化 來運用在台灣的未來 好不好 來建設台灣好不好 好啊 如果今天呢 東西方最棒的文化 我們把它運用在台灣 創造台灣真正的文化歷史 為什麼不好 很好 我們可以做全世界我們理想中 想要成為的那樣的國家 不會再受限制喔 所以我們最重要的是 本土台灣人你要很清楚 我們被衝擊了什麼樣的文化 我們最早期 以靈魂不滅喔 代代相傳為傳說 但是呢 基督教跟受到中國 來自這些節日的文化 為什麼會形成台灣現在的狀況 我們身為台灣人 我們要去懂 我們要去了解 以後 台灣民政府執政 在場的各位 都能夠為了台灣的下一代 做一件 有意義 就是有貢獻的事情 這樣集體潛意識的文化 它會造成一整個世代的魔咒 所以就會像我剛開始進來台灣民政府一樣 我們的阿姨呢 第三句茅廢 一直說一直說一直說 我才會說 我們才會說 好啦 應該是聽看看 知道嗎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的人啊 的思想教育大部分 都停留在你很難去接觸新的事物 很難接觸新的事物 尤其是政治 那我們來看 1895年 大清帝國的皇帝 正式將台灣及澎湖 永久擱讓給 日本天皇 這個時候呢 甲午戰爭 有聽過喔 簽訂了一個 下官條約 馬官條約 日稱下官條約 有沒有看過這個條約呢 合約書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簽的 台灣籍全島籍所有附屬島嶼 澎湖列島籍 維渡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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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張看起來很像什麼 賣生氣 有沒有好聽一點的 名詞 浪杜蘇 這一張看起來很像土地權狀有沒有 像像土地權狀 就是把這個土地 割讓出去的土地權狀 大家知道喔 從這一個下官條約之後 到今天為止 沒有任何一個條款 有再將台灣跟澎湖 給割讓出去 包括就今山和平條約裡面 也沒有 也沒有喔 這個條款 大清帝國皇帝 割讓給大日本帝國皇帝之後 之後沒有任何一個條款 有再將台灣跟澎湖給割讓出去 那我們割讓給日本之後 我們就進入什麼時期 日治時期 大家有沒有一個疑問 我那時候上初級班的時候 我就有一個疑問喔 你們台灣民進府的老師 都說日本啊 對我們好對我們好 不過啊 在我的記憶裡面啊 好像我們有抗戰喔 對日抗戰 好像日本 是不是也有虐待我們啊 記憶裡面 什麼物色事件啊 有沒有 是怎麼一回事 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什麼 對哥倒菜都 有沒有 對哥倒菜都 然後跟下面的日本軍打 請問打贏還打輸 打輸 這個對哥倒菜都 那個刀子說不定飛出去有沒有 這樣怕輸齁 這樣怕輸啦齁 可是呢 對哥倒菜都怕輸 台灣啊 那時候喔 日本剛進來的時候 還死了三四千個日本兵 對哥倒菜都怕輸的嗎 不是 那這些日本兵怎麼死的 怎麼死的 那個 生病 為什麼生病 不是水土不服 為什麼 因為 台灣太髒了 實在是有夠辣灑 霍亂齁 什麼齁 沒辦法 他們來到台灣之後 沒辦法想像 在大清帝國212年的管理之下 台灣還可以這麼髒 那你可以想像 這200多年來 請問大清帝國對台灣有建設嗎 沒有齁 死了很多人 所以呢 我們那時候齁 不好意思我們抗戰習慣了啦 所以我們還是有 這個抗戰 可是呢 除了這一點之外呢 當時的五官後騰欣平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還發現了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欸 台灣怎麼只有一半而已 是被 大清帝國統治過的痕跡 他就問 發問 那我該怎麼辦呢 台灣的東半部我該怎麼辦 美國就跟他講 你要 你要像 萬國公法跟國際戰爭法裡面 美國征服印第安人一樣用武力征服 所以日本呢 就用武力來征服我們的東半部 他必須先將所有的部落統一之後 才有辦法實施他的制度對不對 跟他的建設 所以這就是我們記憶裡面的戰爭喔 對日的戰爭 所以但是呢 日本他們還是用 是可殺不可辱 的這個民族精神來記入我們台灣人 當時的一個民族精神喔 那你說這個厚騰欣平 他來到台灣 他征服了東半部之後 他用嚴密的殖民主義 控制台灣的社會 因為呢 台灣分為了 前中後三個時期 在前期 差約二十幾年的時候 是這樣 中後期的 三十年左右 又是另外一個光景喔 所以在前期的二十幾年 厚騰欣平有過 有沒有公 有沒有公 請問有辦台灣民政府身份證的請舉手 很多人都有辦齁 那你們辦台灣民政府身份證的時候 他們叫你們去請什麼 日治時期的戶籍成本 是不是 為什麼不是大清國時期的戶籍成本 太久了 為什麼 對 因為啊 根本就沒有 根本就沒有 基本上是 日治時期 厚騰欣平來的時候 他做了一個戶口普查動作 把你家家戶戶 你家家戶戶 你家家戶戶 你家家家戶戶 你家家戶戶戶戶 你家家戶戶戶戶 你家家戶戶戶戶戶戶 你家家戶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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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 所以 中華民國到現在都還在沿用日治時期的戶籍藤本 從這裡你就可以知道 大清帝國有沒有好好的對待我們啊 根本就不關心你 根本就沒有做戶口普查 一直到日治時期的時候 我們的戶籍藤本才建立呢 當時他還做了什麼 生物學科學農業工業衛生教育交通警察 重點是他蓋了非常多的醫院 因為台灣太髒了 所以呢 他做了這麼多的建設的時候 你們知道嗎 台灣啊到1904年也就是名字37年的時候 台灣的財政已經可以完全自主 不需要日本的中央補貼 甚至公共建設比日本內地還先進 當時台北下水道覆蓋率是亞洲的第一 有沒有突然覺得台灣變得很厲害 從很垃圾 然後突然變成覆蓋率變亞洲第一 怎麼有強 有強嗎 有 很強耶 這個時候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1904年的時候不需要日本中央補貼 我剛剛是不是有講 荷蘭的時候呢 荷蘭佔據台灣的時候有沒有建設台灣 沒有 沒有好好對待台灣人民 正成功有沒有 沒有 大清帝國有沒有 沒有 因為為什麼 建設要不要花錢 要 然後派文武官員要不要花錢 要 所以呢 到這個時間的時候 台灣啊已經不需要人家來補貼我們 我們可以自給自主 之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成為日本的大米艙 這代表什麼 日本有眼光啊 他知道台灣是個寶島 一年山收 物產豐饒 的寶島 所以你只要好好的建設台灣 台灣 還可以變成日本的大米艙 這樣有夠喔 有夠 所以呢 日本他就開始想了 欸 到了文官 也就是中後期的 三十年左右 文官田建智郎 然後跟當時的首相袁靖 他就說 欸我們把台灣啊 納入為日本的國土好不好 好不好 當然也好 那要怎麼做 依照萬國公法跟國際戰爭法 你必須做內地延長的主義政策 然後黃明化 所以他們當時實施了 內地延長主義政策 也就是童話政策 你今天要把他納入為日本國獨 要不要有共同的語言 所以我們的長輩 是不是都老一輩有學過阿一無耶喔 有沒有 所以 如日本人一樣效忠天皇 要不要有共同的信仰跟效忠的對象 要 才會能夠成為同一個國家嘛 是不是 然後呢 日台共學日台同婚 任用最好的齁 建設建築師來建設台灣 八田與一 有聽過嗎 有齁 一位深愛台灣的日本人 一個震撼亞洲的偉大工程 他很厲害齁 他當時呢 怎麼樣建設台灣 台灣呢 是一年山壽物產豐饒的國家 可是呢 要 當時的稻米 要怎麼樣成為漁米之鄉 建設齁 他就這樣 有沒有去過烏三頭水庫 他們是誰這樣吐咧 啊 就看著台灣這塊土地 他就想 我怎麼樣要讓這些水 來綿延數萬公里灌溉台灣的每塊稻田 所以呢 他做的土木工程的建設 讓台灣成為了真正的漁米之鄉 所以他當時的嘉南大郡 烏山頭水庫 台南水道 桃園大郡 都是當時台灣現代化重要的土木工程 甚至這個烏山頭水庫 是世界 當時世界 第三大的水庫 耶 世界第三耶 從亞洲第一變世界第三 這樣有夠不 有夠齁 如果台灣當時這麼發達 你們會不會想 我們如果啊 沒有被落後的 流亡的中華民國統治的話 台灣現在 不能這樣耶 台灣現在的光景 不會只有這樣耶 我們當時就已經非常厲害了 所以 台灣的經濟奇蹟 什麼時候來的 我們的亞洲四小龍的封號 是什麼時候奠定的 是十大建設還是日治時期 你知道當時他們畫的藍圖啊 不是十年耶 不是二十年耶 知道日本當時畫的藍圖 已畫幾年嗎 一百年 台灣到現在 還有很多的建設 都是沿用日治時期的建設藍圖 現在沒有錢的時候 就去馬路那裡 抖抖抖抖抖抖 現在政府不是這樣啊 有沒有看到外面常常在挖馬路 可是當時我們的經濟建設的奇蹟 基礎是什麼時候奠定的 日治時期的時候奠定 當時呢 南北的縱貫鐵路 港口 輪船 機場 發電台灣的電力 水力火力發電 還有資訊傳播 當時就奠定了台灣經濟奇蹟的基礎 包括我們以後的亞洲四小龍 所以我們學的裡面 說是十大建設 真的嗎 在這個時候我們就很強了好不好 在這時期我們就很強了 之後你們就會知道 中華民國跟我們的文化落差有多大 在這時候我們是非常進步 台灣是非常進步跟先進的國家 所以流亡政府中華民國還沒有建立的時候 台灣已經比貧窮落後的中國 還要進步一百年以上的差距 他的差距呢你看台灣每一千人有五台電話 中國要四十二年後才有這個標準 我們的就學率達到百分之七十一點三 中國在二十年後才勉強達到這個標準 所以各級行政司法機關警察系統 互贈系統農會金融財政體系及普及全島的初級教育 這個很重要喔 全島的初級教育什麼 表示人人有書念 人人有提高數值的機會 如果今天要求你們現在在這邊上廁所 大小便你會不會肯 你敢傾 沒傾吧 那有沒有常常看到新聞中國隨地大小便 有齁 到現在都還有文化落差 你說我們的經濟奇蹟到底是誰奠定的 日治時期的時候我們提升的文化素養 就已經非常的好了 有沒有看到這些學生貴著在幹嘛 讀書在培養為什麼 讀書不是坐著是貴著 培養什麼精神 武士的精神 所以這個武士的精神會造成 台灣日後很多的一些發展 這些學生有沒有可愛很漂亮 然後他們是不是都有穿鞋子 看到這一張的時候 我就跟我媽問說 我媽就問我 欸 他們讀書的時候有鞋子堂穿 我讀書的時候還沒有鞋子堂穿了 我說你沒這麼老啊 你讀書的時候應該是日治時期 沒有了吧 對啊 我媽就說對啊 我說那是什麼時期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灣的時候啊 所以他讀書的時候沒有鞋子可以穿 日治時期讀書的時候有鞋子可以穿 代表台灣的經濟怎樣 逗退路 逗退路 這個時候呢這張照片是 在台灣呢成立第一所 由台灣人日治時期 然後成立由台灣人就讀的小學 他們跟日本的棒球隊打棒球 結果打贏了然後合影留念 欸 那代表什麼 沒什麼 代表就是 這個時期你吃的肉 穿的燙 還有時間去打棒球 是不是 如果你吃不飽穿不暖 你還有時間去打球嗎 媽媽就把你罵死了喔 趕快回來洗菜 然後趕快回來做事 你就是在這個時期經濟穩定 你才有辦法發展 其他的 休閒娛樂活動跟藝術 這一個成城坡啊 他當時日本地展路選 他也是很厲害的一個人 所以代表什麼 代表說 成城坡以後是怎麼死的 等一下會跟你們講喔 所以這個代表 當時的經濟狀況呢 非常的穩定 好 人人有書念 有飯吃 然後台灣呢 地廣 人稀 物產豐饒 所以大家生活都過得很好 有沒有看到1895年 親國下統治的台灣 212年 日治時期改正後的寬敞道路 五十年 五十年 五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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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年 五十五 有沒有感覺到 很有心統治 跟治理台灣 有齁 所以當時最後 日本天皇呢 他終於下達了 趙書 他在1945年的4月1號 下達了趙書 頒布了明治憲法 從此呢 台灣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欸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要代表什麼意義呢 有沒有看到這一個日本的地圖 這是日本 這是哪裡 台灣 然後在日本的地圖裡面 有沒有 我們成為了日本的領土 然後呢 有一個條約 可以證明 我們剛剛是不是有講到下官條約 下官條約在簽訂的時候 然後那個大清帝國是不是把台灣跟澎湖割讓給日本天皇 他除了喔 台灣跟澎湖之外 他還多割了一個地方 遼東半島 他多割了一個遼東半島也割給日本 然後日本天皇拿到之後呢 這時候有三個國家出面抗議 等一下 你那個遼東半島是 大清帝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可以割給你日本天皇 為什麼 因為當時遼東半島也就是大清帝國當時滿清 然後奉天 奉天是滿清的起源地 發源地 是日是滿清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遼東半島是大清帝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因此不可以割給你日本天皇 所以日本天皇跟大清帝國的皇帝又簽了一個遼南條約 再將遼東半島割還回去給大清帝國 喔 基於這樣的案例 如果我們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請問還可不可以再被割讓 不可以喔 除了不可以被割讓之外 剛剛是不是有講到 我們的下官條約簽訂之後 有沒有任何一個條款 有再將台灣跟澎湖給割讓出去 沒有 再加上我們有屬於過大清帝國嗎 沒有 我們從來沒有真正屬於過大清帝國 因此他依照萬國公法跟國際戰爭法 剛剛做了什麼 內地延長主義政策黃明化之後 下達了 徵兵令 然後賦予台灣人參政權 一切依法 行事 合法的將台灣跟澎湖 成為日本的領土之一 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 那在進入這個議題的時候呢 我們休息個十分鐘 讓大家動一動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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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今天 先喝個壓力 要選峠